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了 河南华县木板年画 在2008年入选了 国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这是一个特别牛的展览 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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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牛 这就是四川博物院 让我们从这里了解四川 走进四川 爱上四川 2020年下半年 河南博物院重新开放 五千多件套国宝 悉数亮相 其中九大镇院之宝引发了观展热潮 博物院同时推出的考古盲盒 华夏古乐团 复原古乐器展演等特色服务 让河南博物院迅速成为热门打卡地 泱泱华夏则中建都 是河南博物院的常设展览 展出的五千多件珍品 是从十七余万件广藏文物中精选出来的 从旧十七时代到宋元清 其中九大镇院之宝悉数展出 来 来来来 这是富豪萧尊 这个青董器是一个猫头鹰的形状 商代的人非常地崇拜猫头鹰 他们认为猫头鹰咒服夜出骁勇善战 是一个战神的形象 那为什么这个猫头鹰形状的青董器 会出现在富豪墓里呢 富豪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女人 她不仅是一位王后 也是一位女将军 而且还掌管着国家的祭祀和占卜 是集三个非常崇高的身份 于一身的妥妥的大女主 用一句河南话来说就是 谁说女子不如难啊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 河南博物院的九大镇院之宝 甲湖古迪 杜岭方鼎 富豪萧尊 玉饼铁剑 莲鹤方胡 云文铜镜 四神云气图壁画 武则天金简 汝瑶天兰佑刻花额镜瓶 每一件都是西式真品 这也体现出河南博物院的馆藏实力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方顶 上面有非常精美的寿面纹和乳丁纹 这个方顶呢 是比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 后母物大方顶还要早几百年的 所以它是现在发现年代最早 也是铸造最完美的商代早期青铜器 所以不愧是郑州的一张名片啊 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陈列在不同的展厅 这次重新开放后 不仅展城的文物数量增多了 新展馆还增加了许多年轻人 和小朋友们喜欢的互动体验 比如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 联合方胡 就是多媒体互动的主题之一 在四号展厅呀 我看到了一尊最美丽的青铜器 在双层的花瓣上面 有一只展翅玉飞的仙鹤 两边呢装饰有龙形的小兽 最可爱的就是底座上的两个 吐着舌头的小兽 它们两个可不是在卖萌啊 它们因为这个青铜器太重了 被压得喘不上气来了 联合方胡下面的多媒体机上 有一个拼图小游戏 滑动屏幕上的配件 可以组装这尊装饰精美的方胡 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平常经常带孩子看博物馆吗 对 因为就是在家最近嘛 孩子特别喜欢就是 就是跟他讲的有关历史的东西 然后讲完之后了 孩子也特别感兴趣 感兴趣当时的文化呀 历史呀 人文呀 是这样 还想来 下次还来 让国宝活起来 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 国家宝藏 在央视大型文化节目 国家宝藏中 河南博物院的马肖林院长 曾向大家展示过一只 距今有将近九千年的古笛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比古埃及出现的笛子 要早两千年 哇 这个古笛可了不得 它的年龄大概有九千岁了 这只古笛呢 也是我们中国 发现的年代最早的 而且现在还能演奏的乐器 而且也是世界上 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 如果你想听听 它优美的声音呢 可以在这个机器上点击赏听 然后就可以听到 河南博物院的首席演奏师 贺小帅老师的演奏 好听吧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个 华夏国乐团 每天上午下午都有演出 我们现在就去现场感受一下 太好听了 古风古韵啊 实在是太好听了 我也想学学几千年前的乐器 哎 神仙姐姐 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呀 这个乐器叫做歌钟 是依据心证歌中来复制而成的 来 尼 花 沙 拉 西 刀 它的声音非常地优美 像唱歌一样 非常清脆 那我来试一个小星星 可以 好的 听好听啊 除了这些西式珍宝 河南博物院还增加了一些 近年来新发掘的文物 比如这件鹅手取镜铜壶 就非常有特点 看这2020年五月份 刚刚出土的 对 它出土于三门峡 当时的一个开发商 正在这个打地基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座 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墓葬 经过考证的墓主人 是一个品阶不是很高的男性 但是呢 出土的文物品类非常地丰富 就比如说 它的墓葬中出土有铁剑 说明有可能是习武之人 墓葬中呢 还出土有玉器 有美德之人 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个铜镜 爱美之人 说明是爱美之人 对 它的墓葬中呢 还出土了这件鹅手取镜铜壶 在铜壶内装有三升的液体 这个液体呢 是什么 是酒吗 对 经过考证呢 这个液体里面含有毛发灰和植物灰 它的配方与长沙满王堆所录的 52冰方是相符的 应该为消炎止血的药酒 看完了重量级的国宝展 我们来到了文创区 近两年来 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办公室 梳理出一百多件套适合开发的文物 设计出品了七百多款文创产品 其中爆款考古盲盒 深受游客喜爱 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 有六种款式 价格从四十元到九十元不等 每个盲盒中都藏着一件宝物 好 谢谢 终于买到了 今年最热销的考古盲盒 我们现在就去开一下 看看里面有什么宝物 走 那我们今天就请 河南博物院文创办的刘维 和我们一起来开启这个盲盒 好 那让我们开始吧 好 来 先加一点水的话 它会更好挖掘一些 然后这个乱丸铲 我们先这样试着 就这样 哇 出来了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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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在这边 快看 是一个金灿灿的东西 金灿灿的 然后还有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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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隐藏款武则天金简 对 它是一个镀金的材质 刚刚在考古盲盒里 开出了一个武则天金简 大家想不想看看 这个金简的食物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通过河南博物院的 手机上的小程序 智慧导览 找到这件宝物 手机上的智慧导览 不仅能够指引观众找到文物 还能听到和看到 关于这件文物的详细介绍 不能来到现场的观众 也能拥有身临其境的文化体验 看过了展览 来到河南博物院的咖啡厅 享受一杯九千年的古迪咖啡 来一场文化韵味十足的 博物馆之旅吧 好 谢谢 好香啊 古迪咖啡九千年的韵味 干杯 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 开拓思路 大胆创新 瞄准年轻人创意传播 让黄河文化炒起来 让远古历史活起来 真正实现荣古铸金 传承文明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文化时分